爸爸最近我听到美国要加息了 那这个有什么影响呢 为什么价值股升了 但是科技股跌了呢 其实美国现在的通胀开始失控 所以美国加息和减少买债是迟到的事情 然后最近美联储开了会之后 给出来的信息是他们会提早缩表 而且会增加加息的次数 在这个时候市场里面开始有了 很大的一个恐慌的情绪 我们看到在传统的 比如说价值股里面 银行股涨了不错 资源股energy涨了不错 material涨了不错 然后去年涨了非常高的科技股 technology很多的板块就调整了很多 所以华尔街上面解释就是说 加息对传统的价值股有利 对于这个高科技股不利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其实华尔街都是要找点理由来解释 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跌 真正的理由 没有人告诉大家的理由就是 华尔街其实需要股票市场涨 还要需要股票市场跌 这样他们才能够赚到钱 他们涨了之后 可以把事先已经买好的股票 抛出来赚钱 让我们一些小股民不懂得自己分析的 听到今年现在这个板块好 银行股好 那个好 或者是去年的时候 科技股好 特斯拉好 在很高位的时候再买入高追 结果就接了火棒 成为了他们 take profit的一个对象 我们买了之后就跌下来了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很多的小股民 都在股票市场里面不断的输钱 因为他们听了这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 去高追一些股票 其实他们要一些理由 把一个板块推上去 然后小股民听了之后 好像是的 那去跟着买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价格已经上去了 跌的时候 他要给大家一个理由 哇为什么会跌 大家听了之后真的会跌 然后把手上的股票抛售的时候 使得这个股价更加低一点 使得他们又可以 静悄悄的买入了 等到下一个资金转板块 rotation的时候 又继续从他们低买了之后 给一些意见推高卖出去 这个华尔街的游戏是不断重演的 所以我们做小股民的话 一定要小心这个陷阱 那我们就不会被割韭菜了 那另外一个真正要讲一个理由的话 那我觉得因为这些高科技股 他们是买未来的增长 所谓的成长股 growth stock 那我们计算一个公司的价值的时候 是计算它未来可能30年 可能50年的一个盈利 未来的盈利 那一些成长股呢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五年近期的盈利呢 不会太高 我们看的可能是10年 20年 30年之后的盈利 所以当这个利息增加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中间 有个叫discount factor 直线率 这个直线率也会提升 那使得它以后 五年后 十年后 20年后 赚的钱 回到了今天这个价值来说呢 比较小 所以当利息增长的时候 这个discount factor大的话 那这些成长股 我们看以后才赚钱的股票 对今天的价值来说呢 要掉了很多 那这些价值股啊 其实他们是比较成熟的 已经在赚钱了 而且呢 未来不会怎么涨了 已经差不多成熟了 涨完了 对吧 所以呢 他们的盈利是近期的盈利比较大 这样的话 近期盈利经过这个discount factor的话 推到现在 也是打了一个小的折扣 如果加了利息 把这个discount factor也增加了 我们把未来的盈利 折现到现在的话 这个影响会少一点 但这个不能解释 为什么价值股会升 因为利息升的话 discount factor大的话 这个股票的价值也应该少 应该是减下去 而不是应该增加的 那所以我觉得 最近在涨的这些价值股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是资源 material and energy 因为是通胀 使到这些material 以后卖出的价格会提升 会卖得更贵 这使得他们的股价涨了 那你上期说NVIDIA 最近跌了很多 股票市场里面 波动是正常的 其实波动还分长中短 长期的话 比如说牛熊周期 平均来说 十年一个股票周期 牛市 有牛一 牛二 牛三 熊市的时候又会很急的 有熊一 熊二 熊三 牛爬楼梯 熊跳楼 有没有听过 所以到了2022年 我觉得 在美股一个很长的牛市 已经走了十年的牛市 很有可能在今年会有一个熊市的来临 相反来说港股漫长的三年的熊市之后 可能现在到了很低的时候了 今年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牛市的起步了 所以我现在的目标是放在港股里面 寻找有价值的超值的股票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所以今年如果大家看美股的话 我经常都提醒大家要小心美股的调整 因为美股真的是涨了十年这么多了 对吧 那中期的波幅是什么呢 有时候整个市场情绪会过分的悲观 有时候整个市场情绪又会过分的乐观 在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超买 有时候会超卖 如果你懂得一点技术分析的指标观察的话 在中间可以做一个中期的增加或者减持 你的投资的注码的话 又可以赚多一点点 短期的话 有时候有一些过度的留言 新闻出来的恐慌 或者是特别亢奋的情绪 像最近药名生物又是跌了一大阵子 上一次我给大家讲过我买了药名生物的时候 到时候还是八十六七块左右 结果上个礼拜跌到了七十二七十三块 给了我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在七十三块左右买了好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事先有做功课的话 这很重要 知道这个股票是好的话 那来的波动给大家有买入的机会 因为当一个股价跌的时候 第一个分母小了 以后涨回去的话 涨的这个百分比 这个回报就会高很多 对吧 第二个跌了低的时候 我们买入的话 有一个叫安全边际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知道它是打折了 平时我们去超级市场 哇打折是不是要买多一点 买股票也是一样 我们确认了这个股票是好的股票的时候 我们耐心等待股票市场里面打折扣的时候 所以有波动是好的 所以讲回到NVIDIA 上个星期给大家讲过 长远来看 我看好NVIDIA作为一个公司发展的一个原因 那我也讲到了 因为它也涨了好多了 包括美股也涨了好多了 短期内是有这个调整的风险的 结果真的最近调整了一点 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最低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人有水晶球的 但是现在比一个礼拜前低了一点的话 现在比一个礼拜前买的话要更划算 当然这不是买卖的建议 大家还是要看什么时候是到了一个超值的 值得买的 也不要这么苛求或者有个不实在的期望 就是哇一买就涨捞底 因为这世界上如果真的有人知道 这就是底了 那分身了 all in了 还可以买牛熊极权了 等等等等了 对吧 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了 那我注意到你最近成功捞底内房股票 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那其实中国的内房股 前一阵子的股价是跌到了非常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因为有恒大了 介绍业了 花样年了 他们违约的这些不好的news 所以很多人都很恐惧 恐怕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富力啦 世贸啦 中国融创啦 这些公司也会相继的倒闭 所以很多人就会抛售 使得他们的股价是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我相信呢 中国政府也好 银行也好 包括中国的内房同行 他们都会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避开这个大的灾难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的比如说广东省政府 越建了内房的企业使到他们有机会 有钱的买没有钱的人的那些项目资产达到win-win 买的那个人可以便宜的买win 要卖的那个人得到了资金 避免了倒闭的危险 所以这个是win-win 对吧 所以我相信啊 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大的 不会让一个灾难发生的 就像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车祸 我们也会开车子避开它 对吧 但是呢 在股票市场里面 特别是人在恐惧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是往最坏的去想象 这个时候就看到 哇 前面要撞车子了 这辆车子要撞过去了 撞车子 撞到了就完蛋了 所以在股票不断的抛售 其实他们忘记了 哇 前面有车祸 这辆车子是会转过去 避开这个车祸的 所以内房股其实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现在从政府带头 银行还有同行的话 一起再合力的避开这个灾难 所以我当时就趁了很低很低的时候 分散投资了一些 我做过功课 觉得好的内房股 最近涨了不少 那我现在还来得及进场买这些股票吗 我还是那一句 确保你是懂得怎么去分析的 因为世界变得很快 对吗 今天值得买 不等于未来还是值得买 懂得自己去分析的话 那你每天都能掌握 做一个好的买卖的决定 所以如果今天你缺乏 这个分析的能力的话 不要心急 股票市场五年后还在 十年后还在 给自己一段时间 好好的学习 懂得自己来做分析和决定了 那以后再买也不迟 当然看我的YouTube频道 也会是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那赶快订阅了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在未来不断会分享一些 我觉得对投资和股票有帮助的信息 订阅的话就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资讯了 大家先别急着走 因为我还有其他的视频 帮助大家提升投资回报 那大家按自己的兴趣 快点点进去